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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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4月10日 长青仙人台周代墓地的发掘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此时考古队员正在发掘的 是墓地中面积最小的一座墓葬 编号为M4 由于此前的三座墓葬中都有青铜器随丧 所以考古队员对M4号墓葬的发掘也充满希望 随着发掘的深入 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的我们有个位同学 最近我也记得很清楚就高兰一个同学 然后什么的 任老师 任老师 他什么的 这是出现折扇了 出现折扇了 因为这要突然的一句话的话 就 这就是很奇怪 我们考古队员发掘两千多年是不是 发掘青铜器 我们那时候考虑青铜器 那这时候开始考虑明文了 然后出现上子 而且是折扇 折扇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器物 难道这里的墓葬是宋代以后的墓葬 这个推测不免有些让人失望 领队任湘红仔细查看着这个遗痕 结果令人惊喜 这并不是折扇 而是商周时期 马车车轮残留的痕迹 墓葬中有车马器随葬 证明墓主人的身份一定非同一般 这让刚刚平静下来的发掘现场 再次沸腾起来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因为从带队的老师 到参加实习的学生 整个考古队中 都没有发掘车马经验的人 如此珍贵的遗迹 该如何保存下来呢 这些车马器散落于墓葬各个角落 桃谷队员只有将这些器物提取之后 才能继续向下发掘 仙人台周代墓地的发掘工作 一时陷入了僵局 经过再三的思考和讨论后 领队任香红决定向专业人士求助 当时同样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的崔大雍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因为他曾经参与过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的发掘 当时崔大雍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随葬的车马器 随葬马车的清理一直是田野考古中最难的工作之一 由于上千年的水淹土沁 原本马车的木质结构早已腐朽成土 所以对于考古队员来说 想要将马车完整地清理出来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仙人台它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 它是你看见了车以后不是整车 它是拜这是崔旧战国时机一种 崔旧往前到战国时机一种流行的一种埋葬方式 它是把车拆了 车轮子靠一边 车先靠了中间 车一边靠了放在边上 车车后放在二层台上什么的 它是这种现象 所以你即使发现了一部分属于现实车 一式车 它不是整体 所以你要在这个木质在不同的位置 注意这个车到底是埋了几列 买了哪些部位 在这边找了 和先对来说 或者找一列整车 那就更难一些 由于这些车马遗迹 分布在墓葬的各个角落 所以在清理时 考古队员不得不用各种各样的姿势 进行发掘 但是他们的辛苦也没有白费 在M4号墓葬中 考古队员不仅清理出了完整的车轮 车鱼 以及大量车马器 而且在这些车马器的下方 他们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随葬青铜器 其中包括五顶四轨在内 共计21件青铜器 这大大超出了考古队员之前的预期 M4号墓葬 是仙人台周代墓地中最小的一座墓葬 面积不足十平方米 却出土了目前最高等级的随葬品 五顶四轨 这让考古队员对墓主人的身份 感到更加好奇 他会是谁 是否会和施国有关联 不过遗憾的是 虽然墓葬出土了21件青铜器 但是经过清理 所有的青铜器上都没有明文出现 考古队员只能将目光转回墓葬本身 那么青铜器过时给我们对待引起来什么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墓主人的这个进步 它的装饰品 应该有八件鱼片 比较大的鱼片应该也是 然后组成了一个巷石 然后还是在什么呢 还是在墓主人的进步 位置基本上没有变化 还是落脏的那种状态 那么我们把发现的所有的随葬品 清理完之后 剃穷完之后 我们发现这座墓葬 竟然没有兵器 那么通过像是通过没有兵器 这样的想象呢 这个可以基本上推断 这又是一座女性墓葬 墓主人也是女性 又是一位贵族女性 至此 仙人台周代墓地内 已经出现了三座女性墓葬 这让考古队员感到有些奇怪 领队任香红仔细观察着 这几座墓葬的位置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现在呢我们看一下 仙人台有的墓葬的翻译部图 一个翻译部情况 我们首先看什么呢 它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都是东西方向 而且墓葬的所有的墓箱的头像 都是相系 就是说这座墓的墓地呢 它实现应该就是有一个布局规划的 那么从翻译部这个空间上 我们来看的话什么呢 二号墓跟一号墓纳比并列 统长情况下呢 这样的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是夫妇并学的 夫妇并学墓 要说这个一号墓应该是男性 二号墓的是一个女性墓葬 那么四号墓跟六号墓是并学 那么六号墓我们推测 那么它应该是一个四国的国军 那么四号墓呢 应该就是国军的夫人墓葬 它应该是夫妇并学的 从考古队员当时绘制的墓葬分布图上 可以看出 M4号墓葬和M6号墓葬之间 间隔不足40厘米 如果任香红的推断正确 这无疑将是一个重大发现 因为在两周时期 合葬的女性墓葬一般会礼将一等 M4号墓葬的主人 已经是一位拥有五顶四轨的贵族 难道他的夫君 M6号墓葬的主人 会是一位随葬七顶的诸侯国君吗 疑问也随之而来 虽然M6号墓葬是整座墓地中最大的一座 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 不过从前期勘探结果来看 这只是一座普通的数学土坑墓 并没有修建墓道 而两周时期 有单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 一般是诸侯国君下葬史的标配 有些诸侯国君甚至使用 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下葬 如果M6号墓葬的主人是一位诸侯国君 那他的墓葬为何没有修建墓道呢 他又会是哪一国的国君 重重迷雾笼 笼罩在仙人台周代墓地上空 为了解答这些疑问 考古队员决定 对最后的两座墓葬同时进行发掘 这就意味着 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将更加辛苦 6号墓的工作量是最大的 而且什么的也是风险最大的 当时我就跟关键网络局打了个电话 通了把消息通报了一下 他们特别是个定处 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这个形式比较 不是那么乐观 注意安全 一个是注意 首先是人性安全 然后是外国安全 交代的只是他说的不这一遍 一方面为了保证发掘进度 另一方面也怕夜长梦多 这东西挺健身 就是没有眼了 实心的 考古队员选择在晚上继续加班加点工作 昏暗灯光 丝毫无法阻挡他们的热情 但是如此重要的一处考古现场 如何进行防护 领队任香红不得不再三思路 我们知道昏暗灯有个特点 那么就是说它是个台地 那么它的西边 包括它的北边和南边三面环水 台地它是高高起来的 而且只有一个东南方向的可以陆地相近 而且它有一个台子 上台子只有一个小岛 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个小岛把它看好它 那么上面一般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呢 二号目发觉开始 我们就安排了村子里那边的什么呢 有老支鼠 有它带了一个比较年轻的 有几个民兵我们叫 几个民兵 因为三体就装一点 然后进行福建安全问题 那么24个小时呢 我们整区工地不能断任 那么夜间呢有他们的值班 我们水工呢有他们的值班 特别是晚上 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但是随着后期仙人台周代目的中 出土的青铜器越来越多 仅靠村民看守入口 已经无法让领队任香红感到放心 所以参与发掘的师生 也开始轮流上岗 一个老师带两个学生 在核心区域值班看守 因为夜间是温度比较低嘛 没人一个军大衣 有面大衣 然后什么呢 为了安全 你打一个棚子以后 你在棚子里面还是不安全 我们考虑考虑考虑去 对哪些什么呢 那么就是跟牧主人一块 就在这个塌坊里面和守着牧 我记得有时候有一次以后 第二天早晨 我们上班以后 我们同学 我们带队老师找不见了 就风沙吹了以后 因为我们那个塌坊本来那个风大 本来就风沙标的案件 我们那个就是春天 我们发酵图就在上面放着 一干一吹 非常厉害 我们照着我们塌坊是不见了 我们腿里还是那个同学 我说也看不见了 那么上哪儿去了 又说不是我才发现的 而是我们一上工啊 同学发现的 就跟照着 他两个人也睡着了什么的 可能一年比较疲劳一点 疲劳一点 就跟什么呢 那个催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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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在考古队员的日夜辛苦复出中 墓地的发掘进度逐步开始加快 1995年4月17日 在仙人台周代墓地正式发掘 开始一个多月后 本次考古工作中最大的惊喜出现了 此时M6号墓丧的发掘 已经过半 墓葬北部的气务箱 最先被清理 当考古队员扶去 尘封已久的泥土 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气务箱逐渐暴露清醒以后 非常吃惊 非常吃惊 青铜器 打在那边像钉那边 大钉那边放小钉 小一点 小里面还得放那边 腾腾地点 这个背面气务箱的 中部我觉得是最多的什么 都跌落的 满满的一个大气务箱来 全是气务 腾腾跌跌 全是气务 通过清理可见 M6号墓葬北部 被各种青铜器填充得满满当当 一眼望去 顶 鬼 湖 盘 灌 各种气务 应有尽有 它们形制不尽相同 文士极尽繁弱 透露出典雅与神秘的气质 其中最大的一件青铜顶 直径估计在90厘米左右 两个考古队员同时上手 都无法将其态度 这让已经沉寂多天的考古现场 再次热闹起来 这是1995年 4月17日 凌晨 两时 两时 清理 仙人台第六号墓 北边乡的情况 这是一段考古队员拍摄于1995年的视频 虽然已经是凌晨两点 但是考古现场的气氛依旧火热 现在已经出头 青铜顶至少六到七件 M6号墓葬中 仅露头的青铜顶就多达七件 这无疑是一位诸侯国君的大墓 如果按照四号墓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鬼墓 那一个气氛坑是不是 那么五顶四规 直直来推乱的话 那么我们就推乱 六号墓应该是就是九顶八规 所以我跟关键文武局和山董生文武局 在沟通的时候 汇报的时候 要在九顶八规 当时我记得是 是关键局那个谁还说一会儿 人老师不可能出 你那出九顶八规 九顶八规那是级别高了是不是 你那个地方可能吗 不可能是 关键是那个地方 我们发觉 它不是一个文物总店保护单位 甚至当时也没有一个 也不是一个文物保护店 这么个情况 所以他们不相信 经过简单清理 除了已经显露的青铜顶外 考古队员在M6号墓葬 果然发现了八件青铜轨 和领队任香红之前推测的一样 按照当时的顶轨制度推断 配套的青铜顶应该有九件 这已经是周天子的丧葬规格了 但是出乎现场所有人预料的是 除了墓葬中最大的一件顶外 考古队员在剩余的青铜顶内 发现居然还分别套有一件小顶 最后在M6号墓葬中 他们一共清理出土了 十五件青铜顶 那么这个完全超过我们想象 都清点什么呢 不是九顶八轨 是十五件顶八件轨 十五件顶 十五件顶八件轨 两件远户 两件仿户 一件什么的 扁户 扁户 判一等等等等 说起来相当经历 那个仿户 那个仿户高六十多公分 排列不绝也非常清晰 非常专严 非常专严的 那个剑余 那个最大的钉九十公分之净 这个太专严了 以下的这样的青铜器 我们本来就像什么的 就像挖点青铜器 什么时候多教学别问 以下的这样的青铜器 那以下的就 从小就兴奋起来了 墓主究竟是谁 为何随葬的顶轨数量 如此超乎想象 考古队员迫不及待地 开始研究这批青铜器 但遗憾的是 他们找遍了所有青铜器 同样还是没有文字出现 蓝色的器和红色的器 相间之间下面有个洞 1995年4月20日 在M6号穆桑内 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北汽五香清理完毕后 南汽五香也开始出土青铜器 这一次是成组的边钟 首先现身的是十一件涌钟和九件柳钟 伴随出土的还有十件石边庆 以及悬挂边钟木架上的装饰品 墓主人可以使用成组的青铜乐器下葬 再一次证明了他诸侯国军的身份 考古队员用竹签慢慢剔除掉周边的泥土 小心翼翼地将边钟取出 仔细观察 他们希望在这批青铜乐器上 可以找到有关牧主人的关键信息 几个小时的辛苦过后 考古队员已经仔细翻看了出土的每一件边钟 但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还是没有文字出现 就在考古队员赶到一筹莫展时 不远处M5号墓葬的发掘工作 有了新的进展 M5号墓葬位于整座墓地的最西部 距离M6号墓葬十米左右 由于墓葬埋藏位置较深 当年差点与考古队员失之交臂 那么如果按照经验的话 什么呢 那么也可能就是一米多一点 可能就差不多 应该出现重要的迹象 甚至一道目的 但是呢 不出现 始终那个什么呢 那个牧师国师起不想 这个东西我怕没出现 那么一米往下走 那么一米 两米 三米 还往下走 哎呀 当时我们这个 这个进修的两位同学就说 哎呀 任老师 你看你给我安排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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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葬 你说又偏僻一点 偏门当时离墓葬偏一点 我说真的特地还多大 是不是也不是很偏 我说 对关系问题 你看你扁了个5号 5号是没有吗 无吗是不是 那没东西 那收个假墓是不是 当时我们也是感觉奇怪 第四个白的 第三个黑的 第三个黑的 就是那个黑的清高年的 1995年4月23日 当考古队员向下 发掘至6米左右时 M5号墓葬终于开始显露真身 这同样是一座数学土坑墓 在墓葬的二层台上 考古队员清理出车轮 车鱼 以及一些车马配件 经过统计 考古队员判断 应该有两辆马车被拆卸后随葬 这多少 39 好好好 出来出来 随后 九件边中 依次被清理出来 这九件边中最大的有24.6厘米高 最小的只有13厘米 大小依次排列 随着发掘的深入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14件边庆 除去附着了上千年的泥土 他们显途人本的石灰岁 14件边庆中最大的一件 长达55.7厘米 国内罕见 毫无疑问 这又是一座贵族墓葬 所以我们当时考虑 这一件这个墓葬就很贵 它是最权的一座墓葬 乐器有色嘛 它有色嘛 那么有兵器有格 那么有青筒钉 有鬼是不是 这个斗权的 当时我们一边请 有考虑 这是一个墓主人 是个男的 还是个女的 你要是有兵器的话 像是个男性 但是呢 我们请了请了以后 那个盘出来了 关于这个盘呢 青筒钉盘非常漂亮 上面名文还比较清晰的 那么当时以后 我们所谓师都以后 总的应该是个奖书 是个女性墓葬 又是一座女性族墓葬 M6号墓葬主人的身份 尚未得到解答 眼前这M5号墓葬的主人 又会是谁呢 在今天的山东大学 博物馆内 展览着一对古雕香薰 他们就出自 仙人台周代墓地 M5号墓葬 气物通高 只有3.3厘米 整体由气盖 气身和底座 三部分组成 可打开气盖 放入香料 盖面雕有瘦手型钮 气身则满是镂空盘之纹 熏炉和香盒 往往是当时女性使用的器物 在2000多年前 曾经有一位贵族女性 将它随身携带 考古队员推测 这可能是目前考古发现 年代最早的香盒 M5号墓葬乐器旁边摆放的 是墓主人的随葬礼器 共有三件铜顶 除此之外 还有队 盘等数量众多的青铜器 但是 让考古队员感到疑惑的是 他们并没有在随葬器物中 发现青铜鬼的身影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 造型奇怪的青铜器 这三件在我们的简报里边 我们叫它异形器 异形器就是不知道的功能 后来我们突然领悟到 这套东西也是贵妇人专用的 它是生产或者是制作 这个化妆品的一套 完整的一种组合 所以这个墓主人 当年还是一个应该来说 很具有暧昧之心的 这样一位女士 那么5号墓的一个问题 很像是她的组合 跟其他墓葬不一样 整场情况下来 应该是散钉两鬼 但是这里的什么呢 这里没有鬼 这出现什么呢 两件堆 同时我们黑黑发现 随其这里有盘 但是有轴 盘和轴的影响配辟 我们知道前面我们法觉的 结束墓葬 像是四号墓 六号墓 盘里面是放的是一 这样的组合 但是这里是盘和什么呢 盘和轴 所以它跟前面还是 在器物的组合上 还是有区别的 至此M5号墓葬已经展现出太多特别之处 所处位置最远 埋葬深度最深 随葬器物组合也和仙人台周代墓地中 其他的墓葬不同 那么这位贵族女性究竟是谁 她和施国又有何关系 有关墓主人身份的关键信息 就隐藏在这件青铜盘内 当考古队员将盘内的泥土清理干净 他们此前苦苦寻找的文字终于出现 名文共分六行 四十六个字 开头第一句就是 狮子江首吉诗 狮子指的是当时诗国的爵位 江首就是墓主的名字 吉诗考古队员推测 应该是这位叫江首的女子 嫁到了诗国 此次江首即死 拱殿为之广盘 应该是这样的状况比较好一点 这段短句非常关键 前面什么呢 四字江首 这个四呢 我的理解什么呢 它应当是什么呢 四国的四 应该是国命 四呢 它应该是四国的救援 就是拱护不自呢 是一个救援问题 如果把这个什么呢 这样理解的话 应该是比较顺一点 四字 四字 江首 即死 应该什么呢 应该是这个七国的 一个奖性的奖 奖手呢 然后加到四国之后 拱殿 四国的拱殿 给他做了这件什么呢 这件什么呢 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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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盘上这段名文 除了证明墓主 与诗国之间的关系外 名文中出现的另一个字 也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那就是江字 这是春秋时期 齐国的国姓 随后 领队任香红 将M5号墓藏出土的器物 与山东地区出土的 其他青铜器 进行对比后发现 M5号墓藏出土的 这批青铜器 与其他地区出土的 齐国青铜器 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而且青铜盘上 名文里的祝福语 也常出现在 春秋晚期的 齐国青铜器上 那么我们看上去 整个的摩当 包括随藏品 摩当的性质 包括随藏品 应该叫什么呢 具有齐国的 弄重参政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什么呢 基本上这样的话 就可以跟那个 青铜器名文 就相挽合起来 这就是应该是 从齐国加个来的 这么一个女子 她的什么名字 就是要讲述 讲连领寿 仙人台周代墓地中 一再出现的 诗字名文 终于让领队 任香红做出判断 这里就是当年 诗国的贵族墓地 整个墓地的使用时间 在200年左右 其中M3号墓藏 年代最早 为西周晚期 M5号墓藏 年代最晚 大致处于春秋中期晚断 这与春秋中记载的 公元前560年 诗国发生内乱之后 被鲁国所灭的时间吻合 所以任香红推测 这一片墓地 应该就是当时 诗国一分为三后的 其中一支贵族墓地 至此 有关仙人台 周代墓地性质的种种疑问 终于水落石出 现在困扰考古队员的难题 还有一个 那就是M6号墓主人的身份 他会是诗国的某代国君吗 1995年5月20日 M6号墓藏 也有了突破性进展 这件的不金黄金黄的 亮光 青铜兵器的出土 证明了墓主人为男性贵族 但是由于在墓葬中 考古队员没有发现名文 所以在判定墓主人身份时 需要更加谨慎 考古队员清理的节奏慢了下来 他们不想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先来6号墓 人骨 很快 M6号墓葬主人的海骨显露出来 骨架保存较好 身高1.82米左右 是一名成年男性 他养身直肢 面朝上 两手置于腹肩 从当年考古队员拍摄的视频中 可以看到 墓主周边放置有玉碧 玉黄 玉绝 学等诸多玉器 以玉与炼葬 再次表明墓主的身份非同一般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 考古队员还在墓主的右手边 发现了一件青铜歌 它有何重要之处 墓主为何会单独将它留在身边 那么最重要的这件歌呢 什么呢 它是两种材料 那么我们现在叫做什么呢 叫做铁源通大歌 就是它的原部是铸铁的 然后它的纳部呢 是青铜的 两种材料 把它结合成一体的 这是对墓主人的右边 那么也说明这件兵器 对墓主人的心目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M6号墓葬的主人 随葬15件青铜鼎 8件青铜鬼 墓葬中还发现了 彰显男性贵族身份的 青铜兵器 表明权力的同歌及预期 综合这些信息 考古队员判断 墓主肯定是一位诸侯国君 而且当时诸侯国君下葬 肯定是在自己国境内 甚至就葬在国都附近 仙人台周代墓地中 一再出现的诗国名文 证明M6号墓主人的身份 就是诗国的某代国君 随着M6号墓葬 最后一件器物提取完毕 宣告长青仙人台 诗国贵族墓地的 考古发掘工作正式结束 经过为期两个多月的发掘 共出土了320件文物 包括青铜礼器80件 乐器29件 兵器57件 车马器36件 成果震惊考古学迹 成为1995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这个考古发掘 应该说是非常成功 那么更为重要的是 青铜礼器上面 还出现了部分名文 而且名文里边 多数都是与诗国有关系 那么从而我们确定 这个是诗国的贵族目的 这样我们签的什么呢 就是文献记载里边的事故 记载是非常少的 仅仅是在春秋的相公 13年才有一句话才记载 这样我们极大地 仿佛了我们的文献记载 我们带到了两千多年之前 回到那么一个社会当中去 那么对于我们了解的一个时期 提供了一个全面的 全方位的一个资料 1995年的发掘 为我们保存了一批完整的 一个东方古国的它的目的 是我们能够看到在春秋时期 里乐文明的一些典型的 一些组合 一些器物的形式 历史文献对诗国的记载 只是凤毛凌角 正是因为仙人台诗国贵族目的的发现 尤其是目中出土的 带明文的青铜器 才让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小国 得以从文献的枝言片语中复活 诗国 这个隐藏在历史缝隙中的小国 在重建天日之后 给诗人带来的是更多的疑问 如此高规格的丧葬礼仪 证明当时的诗国国力不俗 他为何遭受灭顶之灾 截至目前 只有仙人台周代墓地珠 六座诗国贵族墓葬被确认 诗国其他王室成员 又被安葬在了哪里 这些疑问 仍在等待着考古队员去探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和之 Breath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